住的是尼泊尔在台北时间下午2点11分 发生了瑞士规模7.9的强震 而深度只有11公里的浅层地震 雪上加霜的是镇央靠近人口稠密的首都加德满都 大量的建筑物倒塌 圣母峰还因此发生了雪崩 目前知道至少传出有449人罹难 伤亡人数恐怕会继续攀升 强震来袭天摇地洞书柜瞬间倒塌 吊灯剧烈摇晃 电视画面一边严重晃动 主播一边镇定地继续播报 成群小鸟也惊吓得满天万飞 迪布尔7.9强震民众惊慌逃命 最严重的是当地知名地标达拉哈拉伯塔 几乎彻底震垮 废墟下面据传有高达400多名游客受困 民众用简陋器具或是徒手挖掘 跟死神抢时间 更有惊吓过度的民众当场昏厥 当地医院还发生惊慌踩踏事件 让情势更加混乱 伤患满脸惊恐只能在街头进行急救 尸体只能毫无尊严地堆放在地上 这次7.9强震 震样未在距离加德满多 只有80公里的西北方 而强烈震感连印度都有明显摇晃 强震持续大约30秒之后 鱼震不断 短短34分钟后 又有一起规模7的强烈鱼震 一小时后又有规模6.6鱼震 而珠穆朗马峰也发生了雪崩 当地道路军裂 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 触目惊心 随着搜救工作漏夜进行 死伤数次恐怕会继续升高 记者江长明 张怀超报道